孙中山要去宋庆龄 在东京秘密举行的婚礼 至此,两个年龄相差27岁 但彼此,至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很不容易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宋庆龄从美国留学回国,途径日本 见到了她一直崇拜的革命导师孙中山 恰逢此时,大姐宋爱玲要和孔强熙结婚 不能再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宋庆龄便接替了孙爱玲的位置 成为了孙中山的工作助手 宋庆龄能够熟练的读写英语 工作起来十分认真 对孙中山的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孙中山对这位气质优雅 充满革命热情的小姑娘产生了感情 而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无畏和革命精神也十分敬佩 两人情投一合,有了结婚的打算 然而这对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来说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一方面孙中山是她的朋友 两人平日里称兄道弟 另外孙中山比宋庆龄年龄大许多 而且已经有了妻子 这对信奉基督教的宋家来说完全无法接受 愤怒的宋耀如 立刻将宋庆龄带回了上海 并且她关在屋里 不允许再和孙中山见面来往 宋庆龄苦闷极了 她已经下定决心 非孙中山不嫁 而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庆龄回国后 更是心急如焚 整日吃不下饭 人都瘦了一圈 梅屋夫人是孙中山房东 也是她在日本的好友 她对孙中山的革命十分支持 见到孙中山近日心事重重 就直接问孙中山 你是不是得了相思病 孙中山真实地回答 她庆龄是一位好姑娘 也是我的好帮手 我忘不了她 遇到她之后 我感到有声第一次遇到她 知道了恋爱的苦力 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她说想不到你了吗 拜送庆龄 我可以帮你的忙 成全你们 你们在日本的结婚手续 我可以来办理 孙中山十分感谢她 突然 梅屋夫人话风一转 不过 我要有一句话要提醒你 与年龄悬殊大的女人结婚 是要折寿的 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 孙中山说人活着的价值 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如果能和庆龄结婚 即使第二天死去 我也不会后悔 随后 孙中山立即安排秘书朱卓文 去上海接送庆龄 在与父亲宋廖如留下一封家书之后 宋庆龄就在佣人的帮助下从窗户逃走了 10月24日这天宋庆龄达到日本 第二天上午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廖仲凯的见证下 办理了结婚手续 正式成为了夫妻 当宋廖如匆忙赶到日本后 一切都完了 最终他不得已承认了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事实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之后 感情很好 一起经历了革命中的风风雨雨 然而幸福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短暂 1925年孙中山病逝 两人仅仅在一起十年时间 这也恰好印证了梅乌夫人当年的提醒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孙中山 ves 孙中山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